发生规模7.8的地震 很多路断掉了 很多建筑倒塌 画面非常的可怕 有的人在废墟中拍一些画面 跟大家说救命 我的地址在这里 有的爸爸抱着小女儿一起扣舍 各位朋友们 本来很想跟大家分享好玩的影片 但是呢 因为在土耳其我的家乡 发生了很大的地震之后呢 我一定要拍这支影片跟大家说 拜托来帮忙土耳其 2月6号 凌晨4点 在土耳其的城市 卡哈拉曼马拉西城市 这个地方东南部的城市 发生的地震的规模是7.8 害了很多人 很多建筑 很多房子 大大小小的房子都倒塌了 而且呢很多人已经困住在这些大楼这些房子的废墟中 他们呢还在等很多人过去帮忙 不过呢因为呢这一次的地震呢 它的 power 很大 7.8 所以呢 很多路 断掉了 桥梁 短掉了 交通不方便 然后呢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现在是冬天 晚上 零下山都 下雨 又下雪 交通根本 不方便 然后呢 有些人哦 大家已经听得到 就是很多救援团队 就去帮忙他们的时候 听到了 废墟中有人 但是呢 机器 一些 气骰不过 因为交通的关系 很多大的卡车 无法可以很顺利的可以抵达这个现场 没有办法帮忙 然后呢 大家都会听到这些 废墟中的声音 叫声 他们说救命 救命 来帮忙 来帮忙 然后呢 这些人现在面对的 不只是很大的那个废墟 而是很冷的天气 然后呢 这次的地震呢 最可怕的一个点是 它的规模之外 然后呢 它的 很多的预阵 再来呢 昨天发生的这个地震之后 再过了四个小时之后 一样的 的 的 这个区域 再发生的另外一个 单独的 地震 它是 它也是 七点多 差不多七点五 规模的一个很大的地震 结果呢 有些建筑 如果 还在的话呢 有可能受伤了 有一点破坏了 但是还可以 结果呢 因为有第二个地震 他们也是 没有办法 撑不下去就 倒塌了 非常感谢很多台湾的朋友 不断地在问我 无风 家人好吗 然后呢 很多媒体的朋友 打电话给我 访问我 我一直很想要把这个土耳其现在的状况 很仔细地分享给大家 让你们可以了解一下目前的状况多严重 首先跟你们说 我的家人没事 因为我们生活的地方 他们住的地方 我妹妹 他们住的地方是 伊斯坦巴附近 离这个卡哈拉曼马拉西这个区域 这个地方 这个城市 蛮远的 1000公里 这个 1000公里的距离 然后呢 昨天晚上 台湾已经排出 40个人 40个朋友 救援 救援 团队 去土耳其帮忙 还带了 三只狗 我相信 今天应该是我拍这个影片的时候 他们已经 抵达伊斯坦巴 土耳其 但是呢 希望 很快 叫办法可以 过去 这个 地震的这个地方 因为呢 交通很不方便 我今天跟土耳其的 救援团队 一个协会 阿库图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 阿库图 阿库就是 之前 这个 之前在台湾发生地震的时候 921地震的时候 他们来帮忙台湾 他们当时排出17个人 他们来台湾进行 这个救援的 人物 所以我跟他们联络的时候 他们说 他们的东西 没有错 有东西了 池子都准备好了 人都准备好了 但是呢 交通不方便 他们 没办法过去 一过去的时候 很多 很多路 裂开了 很多画面 非常的可怕 很多 建筑倒塌 所以呢 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交通 冬天 还有这个 冷冷的那个天气 气候非常不好 真的太难过了 美丽的土耳其 很漂亮的土耳其 而且今年刚好我们庆祝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的100年 100岁的生日 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地震 害了这么多的人 我看了很多的新闻画面 有的人在废墟中 拍了自己 拍一些画面 跟大家说 赶快来 帮忙 我在这里 很多人在 就是寄 message 给外面的人说 我的地址在这里 然后有的人在外面说 我的儿子在里面 我的小朋友在里面 有些小女儿 已经失去生命了 有的人爸爸抱着小女儿 一起构树 目前 我们真的可以做的就是 当然为土耳其 祈祷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在这支影片当中 我跟大家说 你们也可以 赚款 然后我可以把这些资讯 留在这个 description里面 你们可以帮忙 看看每个人的经济能力 然后也希望可以 大家可以帮我分享 这支影片 一起来帮助我的家乡 土耳其 美丽的土耳其 因为台湾人很喜欢土耳其 台湾的朋友 很想帮忙 已经很多粉丝 很多很多人 已经跟我联络了 大家都说 我朋友你们好一行吗 你们需要什么帮忙吗 土耳其的 驻土耳其的 我们台湾的 班淑族黄先生 我已经跟他联络了 他们也是非常的努力 一直在跟土耳其 党地的党位联络 大家都想要 伸出 你这所 帮助到 需要的朋友 然后 听说还有一些 其他的台湾的救援 一些NGO团队 也在准备 要出发 去土耳其 然后现在呢 最重要的是 差不多这个 72个小时的 这个应该是 黄金时间 这一段 因为呢 天气真的是太冷了 有些人 有可能是 建筑 倒塌的时候 他没事 有可能是卡在里面 但是呢 因为外面的天气 非常的冷 有可能是他们 因为天气很冷 所以有可能是 失去生命 所以我是 身为一个土耳其人 可以跟大家说 我说了都没有 遇到过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而且是 地震不是一个吗 两个这么大的地震 而且方位 发生的这个方位是 很大 差不多两个 有可能是三个 台湾大的面积 包含 十一个城市 这是 主要的地方 就是 因为台湾人都 知道 这个地方就是 这个土耳其冰淇淋 他们的那个 这个冰淇淋的发源地 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 很好的一个城市 美好的城市 所以在那边发生 然后呢 旁边的其他城市 包含 马拉提亚 包含 阿达纳 安特 安塔吉亚 都是很多的城市 都受到影响了 现在就是 在等很多的 救援 人员 团队 在现场 进行 救人的这个动作 差不多 还有应该是 两天的时间 希望可以尽量 救很多很多的朋友 然后呢 再一次 中心 改建土耳其的 新的建筑 提供给需要的朋友 然后非常感谢 所有的粉丝们 还有记者朋友们 然后呢 很多政府单位 所有的帮助 图沃奇的那一位 你们真的太棒了 谢谢所有的 台湾的朋友们 请帮我分享这影片 然后 可以的话呢 请券款 链接会在 券款链接会在 description里面 谢谢你们 谢谢 喜欢这个 优质的操作者 就赶快去 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 这次抱红 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 大人秀吧 点击下方 观看更多 有趣内容